不知不觉近视就从200度涨到了500度 你以为只是数字上的变化吗 但事实上随着中高度近视的到来 黄斑裂孔 视网膜脱落 眼底出血 清光眼等风险已经隐藏眼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随着眼球的拉长 眼底也可能发生退行性的病变 如眼底被拉伸后 就会形成近视弧 爆纹状眼底 这也意味着眼底更加脆弱 形成后骨膜葡萄种 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也更高 此外 随着高度近视患者眼轴的延长 眼球结构的整体比例会发生异常的改变 这也容易导致防水循环障碍 眼压升高 视神经受损 从而引起清光眼 所以对于青少年儿童而言 控制近视发展 将近视度数控制在安全范围以内 对于孩子的终身视力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 你在用什么方式帮孩子控制近视呢